3號來 開始錄了嗎 那有一個紅點點就是開始錄了 是確定開始錄了 喔好 Sorry 然後下禮拜一也有兩節課嘛 下禮拜一的第七節我們會把進度結束 下禮拜一的第八節節節我們要考小考 他要考禮拜一 不優啊 一把節這樣 考小考 一個禮拜五只有三節課 不用拖到最後一節吧 然後小考的範圍是考到第十章 如果是期末考是考第十一章 所以小考一章也不限制到 我們下禮拜第七節的那個進度 他這邊的可以回歸了 小考考第十章 期末考考到十一章就是這一本結束 然後請看到兩排十三頁和舊教的改革 那舊教的改革在英文稱呼叫做 Counter Reformation Counter Reformation 所以很明顯的 因為這個時候很多新的教會 脫離了羅馬教會 因此必然大為縮減 因為主教這個時候 大概只剩下一半的寫主了 其他都變成是新教族了 所以既然這些已經脫離了 沒有辦法挽回 所以最後他走的也是一個比較強勢 也就是說既然無法挽回 那我就確定我還是以教祖 作為靈化我的中心 請到第三章的地方 所以他的改革是針對教會的話 在舊教義上卻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所以天主教會是兩個權負 一個是聖經 那一個是教祖 我們今天有什麼改變的 那我們如果看這個課本的標題 舊教的改革 那我們對改革這個字 我們都會理解它是正面的 把不好的改革叫改革 那其實這段時間所謂的改革 有一些光明面有一些黑暗面 從一邊來看 第一個光明面就是課本也有提到 我在國中也有談到的 就是羅耀拉上教宗請願 成立一個新的修會 天主教是這樣子 他的最高點領導人叫做教宗 底下有很多的修會 代表的是天主教的各部不同的力量 譬如說像福達就是三個修會 共同創辦 那現在就很嚴格的分成 三個都市的部分 那像中古時期有兩個滿重要的修會 一個叫方祭會 一個叫道明會 像南最早天主教就是道明會 方祭會好像辦了一個叫方祭中學是不是 對 也有道明中學 也有道明中學在南部到我記得 對 所以就是說這些其實都是 天主教裡面的一個力量 那耶穌會是在十六世紀產生 羅耀拉本來是個軍人 西班牙人 然後他結合了六個巴黎大學的學生 我們先前講過巴黎大學在中國 他是以哪一個學問作為他研究的專長 神學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羅耀拉的這個耶穌會有一些特色 後來教宗批准成立 他們的考驗時間比較長 而且他們不是只有專攻神學 他們必須拿到兩個不同的專長 所以後來耶穌會的這些神職人員 都以佛學主成佛 你想想看 後來這些耶穌會的成員 不是來到了中國 像利馬洞 像南淮人 像唐若旺 還有一個各位可能不知道他也是 耶穌會的尼卡爾 那像他們都是以國學多文組成 而且往往在宗教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專長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後來往往出入宮廷 跟帝王跟一些高官偏偏的往來 也就是說藉由這些跟政治力量的結合 拿到傳教的效果 所以不太清楚在最後一行 他說該會向社會各階層傳教 我倒覺得他比較偏上階層 他不知道他這句話講的 是不是跟我講的是同一個時期的 還記得我們在上學期 中國是不是有看到這個嗎 哈薩巴爾 因為當時耶穌會的傳教師是先到奧特 是不是再來到中國 然後最後在北京 向地圖往下觀念傳教 所以像我們看耶穌會這一段 不只是世界史 其實中國史在明末 然後慶祝很重要的一段 像他那個乾隆 我們可以把乾隆畫成栩栩無聲 那就是一個耶穌會的傳教師 叫做浪世民 但是聽主教的改革有一些黑暗面 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禁書神定院 然後一個是異端裁判法庭 這個也叫宗教法庭 那你知道宗教改革在我們剛剛談的時候 宗教改革不是有一個很大的背景 就是因為印刷術的出現嗎 以前是神職人員壟斷了聖經內容的解釋 但現在他每個人可以自己去看聖經的時候 這個權威就動搖了 所以很多人又透過著述 像瑪迪穆德 像卡文 是不是把他們認為的聖經正確的解釋 因此就這樣子發行印刷出去了 這個威力很驚人 那天主教在很多地方已經沒有能力去控管了 就發行出去 這個地方也不是佔優勢 像法國 西班牙這種天主教國家 在他有能力控管的範圍 他就會有禁書 就是列出一個list 這些書是不能賣的 這些書是違反我們教會的教義的話 我舉例來說 哥白尼的論天庭論行就是禁書 看過風暴假的應該都很清楚嘛 所以就是說那個神學官 其實他影響的都是宗教而已 再來異端裁判法令 誰上過異端裁判法令呢? 點了潔力月 所以後來潔力月被過收回他的處長 他後半身就是一直都在一個教會監管的 那個控制的範圍當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時還是有一些的力量 還是有一些的威脅等等 好想這些大概就不是我們覺得 太愉快的改革的部分了 道明會是專門在負責消費這些禁書的 抛捨標主的看守權 所以現在建築教的每個修會 都有他自己特殊的識別 也有他比較不太一樣的任務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新舊教的勢力的分補 我們剛剛看過這一章 然後現在用地圖來看 這張是課本的圖 那這兩個解釋我再把它提出來 我上幾個已經講過了 一個是一國一教成為主的 譬如說英格蘭就是以國教為主 蘇格蘭後來有一段時間是天主教為主 然後法國是以天主教為主 但後來夾雜了一些卡爾文教台 叫呼噌諾 那你看最複雜的是神聖羅馬帝國 神聖羅馬帝國非常大一塊 從這裡到這裡 這中間全部都是神聖羅馬帝國 那神聖羅馬帝國比較複雜的在哪裡 因為其實每個國家或多或少都有新教教徒 那像英格蘭是整個已經變成是英國國教 但你看神聖羅馬帝國新舊教起古相當 起古相當的意思是誰也不能幹掉誰 或者說雙方只要一國拼的時候是勢均力拼 也因此後來在熱曼地區的兩次大戰 把神聖羅馬帝國打到元旗大上的原因在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是宗教的普遙谷 神聖羅馬帝國 你先把握這一點 好 那我們進入到宗教戰爭之前 我們要先談一個課門要談的 也就是新教的共同之處 那不管是靠文部的教派 或者後來不斷地新生的這些教派當中 他們有一些共同點 第一個都不承認教宗古馬教的一個權位 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正確的詮釋了聖經 然後繼承了耶穌基督還有師子 第二個他們都不認為神職人員是特別崇高跟神聖的 所以凡新教他實際上都叫牧師 牧師這個詞可能我們字面上看不太清楚 但他表達只是說他只是一個引導者而已 他不具有一種特殊的神聖性 但在天主教是叫神佛 他正確有神聖性所以他不能結婚 但基督教的牧師可以結婚 那可不可以結婚我們看起來好像只是可不可以結婚 但他背後其實設定的是神職人員的那個定位 然後第三個都用方言 我們講過方言其實就是各國的國語 代替了八聽語作為崇拜的用語 所以我們講這種宗教情緒 是跟民族情緒相互極大的 所以路德不是用熱曼文去翻譯聖經 因此這個就是我熱曼地區的識別嘛 好 通常把聖明縮減成兩項 也就是回到耶穌跟使徒的那個時代的狀態 那我剛講的天主教就是一個不斷的發展 很龐大的組織以及儀式嘛 那些後來新增的可能沒有出現在聖經的 就是把他拿掉的 第四個只有聖經是信仰跟唯一的權貴 好 第五個彩照就好了 那我想我們在座可能很多人不是新基督教的好了 但我覺得你還是有必要去了解說 他們是怎麼看自己的 以至於我們看到一些現象的時候 我們可以解讀他 好 再來請看到213頁第二小節 宗教改革與政治改造 你有沒有發現課本標題 直接把宗教、人、政治等量器官 這個時期在歐洲歷史上 是一個民族亡國形成的時期 在民族亡國形成的期間 宗教又有了一個很大幅度的震盪 所以用一個簡單的講法 政治人物就拿了某一個教會 來當做他的工具 因此來反對另外一個國家 或者反對羅馬的教廷 來推薦一回教宗教式民族的標誌 當講民族所建立的國家就是民族亡國 那這一段是來自於課本 在2003頁最底下 歐洲中古後期完全逐漸復興 這等一下我們也會分析 君王貴族不滿教會控制 民政跟掌握財富 其實這已經是我們講的 政教衝突的第二輪迴了 還記得11世紀之後 不就有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或者英國國王或者法國國王 不是跟教宗之間有一些激烈的競爭嗎 16世紀宗教改革之後 藉由某一個教派 這個時候又有了第二輪的競爭 所以這個時候這兩種情緒相互激盪 它所產生的能量非常非常高 我們舉個例子 現在請翻到荷里斯葉 我舉個例子大概 荷里斯葉的上面這一大段也有提到 像荷蘭人 荷蘭本來是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 荷蘭人要爭取獨立 荷蘭人信靠文派 因此就拿靠文教會 來抵抗西班牙人的天主教 所以它既是國跟國的對抗 它也是宗教跟宗教的對抗 再來愛爾蘭人是信天主教 所以它反對英國的佛教派 所以不要以為只有新教對抗工具 舊教一樣對抗工具 但有些已經獨立的國家 像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 就用國教派來強化國家的尊嚴 以及壯大王權 西班牙以天主教為好 所以它的海外發展 至少我們一常都是以上帝為名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 這個就是中教民族情緒的相互激盪 所以就算是在舊教的國家 我們知道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國家 法國是天主教國家 但就算在這些國家 教中也不像之前的時代 可以控制在法國跟西班牙的天主教徒 他們兩個聖 這時候可能很大一部分 是由該國的國王所掌握的 好 那我們接著要看的是宗教戰爭 課本從214到216頁 這章開始變複雜了 它限制到很多的細節 那講這些細節看個人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還算有趣 一個過程 有的人可能覺得考試要背 覺得很煩 所以該國人要幫你做一些證明 先把歐洲性百度的前兩行畫下來 宗教改革不僅是以下信仰改造運動 也是一場政治樂命的 這句話看起來可以 我們剛剛這樣分析 看起來很合理 那我們既然講革命 革命前跟革命後差在哪裡呢 革命前歐洲有一個偶一的教會 歸羅馬的那個教宗所換 革命之後各國都有自己的教會了 或者各地都有自己的教會了 革命之前歐洲名義上有一個大一統的帝國 叫聖聖羅馬帝國 我們講過 凡教羅馬的是在概念上 就是所有領族的統治者 雖然神聖羅馬帝國不是 但概念上是 所以為什麼後來這些新教的教派 一出現的時候 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要跑出來換 就是說你不能出現 然後你不能這樣主張 為什麼要把馬丁路的教過來 它的原因就在這裡 可是經過了宗教戰爭 宗教改革宗教戰爭之後 神聖羅馬帝國挖起了 羅馬教體也再也不是那個大家上的角色了 所以請把兩大一十四頁的最後一行 一國一教特別表一下 這是經過十六十七世紀之後 歐洲的常態 一個國家有一個主流的宗教 而那個國家的統治者原則上就是透過這個宗教 來治理他的國家 好 那後一邊我幫你整理出 無常的宗教戰爭 凡是標藍色比色 就是在這一節會談到的 雖然其他反討論好像看不出什麼是標藍色比色 你有看出來嗎 沒有 有 好 取發請坐 那裡奧古斯堡 阿倫蒙在 哪一個是藍色 上面還是下面 上面的嗎 就是很淡 我 上面比較藍一點 我知道它很淡 沒有 我看出來了 你看出來 現在沒看出來也不要說我看出來 我覺得是心理會讓我們看出來 底下是白色的 心理左右 這那個上面是橘色的吧 我覺得 橘色的 所以我上面是覺得底下是很淡的 真的 我覺得沒有色 好 那這一頁我們再判斷一下好了 然後 哪一個 哪一個 只有哪一個不是藍的 中間是橘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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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有橘色的 中間有橘色的 有一個橘色耶 很濟 那這樣 不會 都是白色的 嘿 韓 如果可以 可以 正 正 那整個畫面的明暗度 欸 可是有點歪掉 要幫你調這一點 不用 我交換你們試試處理就好了 可以還是不行 有 可以 可以 好好 那一直我們繼續看 這五場的戰爭 一直 先拍下來吧 你回去要自己抄好 因為這些就處理對方都會多想 欸 傳班群啦 傳班群了 這戰爭很尷尬 你先看大概很遲到好不好 到期末考協就滿焦慮的 他如果在學設前就全部搞在一起 就沒辦法考完 欸 是不是在十九天還是十八天啊 十八八 好可怕喔 現在高賽也滿適合拍這個標誌的 像這一場就打了幾年就還好 陰棲台戰就只在一個瞬間 這些影響都不太大了 那這些戰爭又很難記 我後面都一群花協涵蓋它的基本的意義 再來下一頁 荷蘭獨立戰爭從1568年 實時上達到10609年就實時獨立了 可是最後他被承認獨立是在1648年 你有沒有發現 1248年剛好是這一場戰爭結束那一年 所以簡單講 荷蘭獨立戰爭後來捲進了30年戰爭 所以這場戰爭荷蘭獨立戰爭之期 就叫80年戰爭 你太久了嗎 從1568到1648 沒辦法他最後確定獨立就在這一年 有關荷蘭獨立戰爭在課本215頁的注釋庭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就把它拿到標誌當中直接把它列出來 然後再來福德諾戰爭 這是法國的宗教戰爭 這樣戰爭打了也滿久的 所以法國來講是一個重整和戰勝 福德諾戰爭之後所創建的那個法國的新王朝 就叫郭龐王朝 就是你很熟悉的一堆路易的女王朝 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 一次路易下去就對了 再來30年戰爭是我們這一季要談的重點 他打了30年 他是一個在熱曼達的歐洲的國際大戰 上戰爭的影響非常非常深遠 所以我等一下就把焦點放在這個地方 好 那因此30年戰爭 在課本的215節上面這一段 夜商女巫就看過去了 不是說這個點不重要 是我沒有辦法再花時間看了 那下一段的地方 請看到第二點30年戰爭 與歐洲列國的行程 這樣戰爭再投影片 他肢解了神聖羅馬帝國 其實神聖羅馬帝國在之前 就是這個帝國當中 本來就還有很多的國家 他就沒有那麼中央極權 可是30年戰爭打完 神聖羅馬帝國等於是境內 有300多個奴隸國家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用詞解 這本是詞解還真的非常的細 好 那我們話說從頭 後一篇這一章是在十世紀中 還記得惡徒一世仿效他的前輩阿里曼 被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嗎 因此算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 大概相當於今天德國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就叫日安 到了15世紀初的時候 神聖羅馬帝國長這樣 他的境內有非常多的公絕國啊 國絕國啊 大公國啊 主教國啊 自由城市 當然皇帝對很多地方的失誤 還是有部分或者完全的國文權看地方 所以並不如你在這場看的破碎 可是權力也不像法國國王跟英國國 對他境內的那樣的強操 馬泰神聖羅馬帝國他的麻煩 就在我們幫你提到這張 他的宗教政治局勢最為複雜 一開始先有很多的杜德派 信奉杜德派的這些貴服的出現 因此紫色代表 紙旁的神父 後來的卡文派都來了 現在請你回到各個人 214頁的前面 因此在查理武士的時候 他先打了一場宗教戰爭 叫做奧古斯堡同盟戰 這樣戰爭我列在剛剛這五場戰爭的立場 那這樣的戰爭簡單講 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他為了維護教會的大印童 維護羅馬教宗的尊嚴 而對境內信奉新教的這些諸侯開戰 但這場戰爭最後查理武士失敗了 所以路德派獲得了跟天主教同等的權利 你把奧古斯堡合約在第四行 第五行後面畫下來好了 各地諸侯有權規定他的領地內同行的宗教 然後這句話是宗教 所以請問喔 我根據這句話 現在是在214頁的倒數地二行這地方 各地諸侯有權規定他境內同行的宗教 所以請問人民可以決定自己的宗教嗎 人民不行 還記得我們看羅賓和電影的時候 不是那個一大堆的貴族壞國王都來 不是在那個巴斯古馬 也就是在那個羅賓所出生的地方 他不是一直在講話講人民 只是國王要聽人民的話 然後如果人民什麼基礎壯大 國王的統治什麼力量也會增強 有聽到類似這些話嗎 有 其實他們講的人民都不是我們這種ordinary people 他講的人民都是貴族 所以你知道歷史很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嗎 有時候500年前的人跟我們用的是同一個詞位 但他指涉的內容跟我們是不一樣 這是歷史很困難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就告訴你 當時的人民有沒有決定自己宗教的權利呢 沒有 其實統治者幫他的人民直接做決定的 那什麼時候才有一個個人決定自己的宗教 決定很多事物 大概都是19、20世紀 也就是最近200幾個人的歷史 然後這樣戰爭 查理武士打敗戰 他新會議了隔一年